苍州人的早晨是从一碗重苦味的羊肠子开始的 里边有羊胎盘 羊蛋 血肠 所有的肠 大爷现在咱这个羊肠子是怎么卖的 七股价十五 三十 四十 五十六 这个羊肠子在别处有吗 肠子有 别地儿有没有 这是切碗边啊 对 这是过去的老做饭 哦 差不多做饭 这一大碗是多少钱的 二十一碗 哦 这是二十一碗啊 这么多 哎呀 太智慧了 大爷你这个刀用了多久了 我还好一挂道 哎呀 我看大爷这个刀都磨弯了啊 这是苍州的特色 切碗边 大爷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羊房子 羊房子是属于哪个部位 就是胎盘 哦 胎盘 这个是外腰是吧 对 小外腰 羊带 对 羊带 哦 这个是雪盘肠 对 拐子 哦 肥肠 这个是苦肠 这是油顺 哦 这是油顺 有专门就是要油顺的啊 对对 这个香是吧 对 一般的吃的很臭 哦 大爷您今年多大年间 我快去吃了 哦 之前还上过电视吗 上过 这个叫中国人上过 十好年一天吃了 哦 十好几年前都上过 那这属于咱们苍州的名师啊 对 哦 大爷您做这个羊肠子做多少年 都上过年了 大爷咱这羊肠子是就按碗的不按筋是吧 不按筋 哦 大爷您给我来一把二十的 好的 嗯 那两个就要吃吧 那点吧 嗯 那铺子放开 哎呀 那点铺子 那点铺子 大爷给我一会儿放点这个外腰 羊蛋 嗯 再来点汤 这个是片片汤热热啊 嗯 这碗热热 哦 水汤吃 对 对 水汤吃了 嗯 水汤吃了 哦 再放大碗里 小碗是成分量啊 哎 再一碗 冬天早晨的七点钟 来到河北苍州市十六州门口 这边大概也是站着吃啊 这边大概也是站着吃 二十块钱这么一大碗 哎呀 太实惠了啊 先来一块羊蛋 嗯 味道很棒啊 然后我就切换一下方言 这个羊蛋成熬吃了 我也三个肉吃 后边都是三个吃 我也要解解底气啊 带大家感受一下 人家也活气 太鲜了 我们沧州的这个羊汤啊 它是白色的汤 清汤 看你们不是说奶白的那种啊 这种清汤的话 是没有科技鱼很活 纯 羊肠子 下货 下水 煮出来的汤啊 确实味道挺好 羊的这个鲜味出来了 除了沧州别的地儿 还真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说一定要来沧州尝尝啊 这个是血肠 看 连一块的 上边呢 这个是嘎嘴油啊 就是这个油碎 你看 能看着啊 来咱们尝尝啊 这个羊鲜里边也放调料了啊 什么各种小料啊 都放好了 这个咸蛋正好 看实惠了 二十块钱 我们来买一大碗的 喝羊汤还是沧州的最好喝 为河北美食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